因为疫情重创日本导致体坛的盛世东京奥运延期一年 那么国际奥运委员会10号跟东京奥运委员会就共同决定了 接下来的筹办工作会简单化 日本疫情依旧居高不下 开始有人质疑东京奥运延后一年是否真的足够 就连神户大学教授盐田建太郎都出面表示 不认为明年能顺利举行奥运 认为不但是日本国内疫情要控制住 全球各国的疫情也都必须掌握 因此国际奥运委员会10号和东京奥运组织委员会敲定 受到疫情影响而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 未来筹办的工作原则将朝向简单化发展 国际奥运委员会在职委会议上与东京奥运官员操定筹备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 包括提供安全安心的环境 压低支出费用 实现安全且可以持续推动奥运并进行减化 尽管东奥宣布延期一年还是由日本众议员担忧 因此提出了一个相当惊人的想法 提议顺言东奥就是将奥运延期14年 改为2024年举办 而日本政府为了东京奥运投入了相当可观的人力物力与财力 却因为疫情乱了套让日本政府不仅要烦恼疫情 还要顾及奥运会的下一步 东西新闻对比青前面一看报道